五项五行属金 他们出事果断 能够及时认识到自己的缺点 到了下半年 六八八零年生的时候人呢 阴阳相成五行土 剑荣盛 土生金之举 等世纪以来呢 世界通达 逃不掉幸福 另外呢 生肖猴的人也许是 才月盈领桃花云 个别人呢 桃花来真爱来 对于单身的朋友来说呢 如果想早日获得真爱 那么应当多一多一点的努力 为自己的魅力加分 生肖牛 生肖牛的朋友呢 生来蜀 像是五行土相助 其中呢 八五年生的蜀牛人 通常称为金牛 熬到七月上旬 有机会得到六九年 土鸡帮助 构建 有土生 酬金之举 待见一道 有大运加深 财运多多 财富如以下 过伤富人生活 此外呢 相对于部分 生肖牛的人来说呢 最近一个月 冠命不巧 碰到火星 灌索 雄星灼烂 引起健康运势 这一块呢 有点不妙 多留神 头疼 头晕的问题 此外呢 对于有些朋友而言 精神不佳 任意捞打瞌睡 有时间要多做运动 身体是自己的 生肖马 生肖马的人呢 熬到了上半年 上游 运势利息 下游 三番五次 中大奖 有望改变 较长一段时间 正财 财运欠佳 没少吃苦头的状况 等好运一到呢 财运 顿之友善 定能 富贵可得 另一方面呢 对于部分 生肖马的朋友而言呢 可能是财运引领桃花 个别人呢 桃花 好运相作 对于急着脱单的人来说呢 假如想寻的另一半 那么应当多提升自身的情商 好了本期视频